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 知橘色风暴登陆台湾传奇 第21集 第一次采接游行 校长接着说 自从乐器能顺利杯挂在上身 而且也能适应在行径使用 时间在不断练习中 不知不觉来到 一年一度的比赛 我们的吹奏部也准备参加 但是新成军的114人 整体的表现与默契上 还是需要再提升 第一次背挂25公斤的打击乐器 参加游行也是非常大的负担 工作人员也认同了 点点头地说 25公斤的重量对高中女生 在游行中敌却是体力 非常大量的负担 尤其是还要搭配表演 更是非常大的考验 相信贵校吹奏部 一定会发挥最大的潜能与实力 校长面有担忧 有待有肯定的表示 根据当年教练报告 那天的12点多 各校穿着体育服装 开始游行后 有的学生因为是第一次出场 难免会有些紧张 但有现场观重热情欢呼鼓励 表现还是蛮正常的 30分游行结束后 学生们非常开心 但也反应 好嘞好嘞 脚走到 快要断掉了 动作有点跟不上学长们 教练也鼓励学生们 表现还不错 并且休息一下 下午正式的各校 单独上场预演 大家才有体力哦 也是新成军的114人 第一次要穿上橘色队服 但是教练的脸上 却是有快要死掉的表情 到底为时磨呢 请记续锁定 橘色风暴登陆台湾传奇 第二十二集 教练感觉快要死掉了